今年花蓮年货大街展示活动 共计设置115摊 2月4号期到14号 一连5天在东大门夜市旁热闹开卖 这一次花蓮县政府推动的年货大街 在东大门夜市从2月10号到14号 到除夕夜总共为期5天 有115个摊位 到过年的相关的这些南北货 以及这些应节节气的这些国品 能够带回家 为了让民众一睹为快 现场成立了花蓮县各乡镇市农会 所辅导的各式产品 官方农会最新推出的 红糯米乖乖包也在其中 我们的泰拔红糯米乖乖 然后这种有特色的 这是红糯米的 所以又加上红糯加上红草 是什么养生 所以这应该是最有价值的一个乖乖 这个也是我们地方 我们部落乡亲 长期以来 在我们光复 真的一个地方农业之宝 就是地方的红糯米 我相信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新的一个口感 今年年货大街分为半熟里区 年货区以及农产品区 期盼让花蓮乡亲 只要走上年货大街一趟 就能一次买足年节所需的年货 约翅新闻 感谢我们爱华蓮市 采访报导 CIAO 好